你真的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很感谢你 给 我去 十月 咱们得快点了 要迟到了 你再给我五分钟吗 好 爸 你看我太着急了 都没有合适的鞋子穿 这些运动鞋不是挺好的吗 不行 你也是一定要穿 全套的职业装才行 而且 云海是服饰公司 那很讲究的 那你想穿什么鞋 你看 我这衣裳都是黑色 显得我有点老气 我想我能带一点跟 然后颜色亮一点的鞋子就好了 这样 去你姐鞋柜去找 不要 我上一次偷偷穿她的鞋子 她跟我上了好大的气 才没有 上次那件事不是已经都说开了吗 别担心 你姐没那么小气 快去吧 一会儿真迟到了 那 那我去找一双她平时副总穿的鞋 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欣益妈妈 老师好 小婷姨 我们放学后见 要乖哦 好 好了 快去吧 拜拜 我们走了 辛苦了 别担心 啊 好 嗯 走啦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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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悦 你这穿的是我的鞋吧 是我让她穿的 她面试没有鞋穿 其实我还有好几双高分鞋呢 我进去给你找 姐夫 要不我还是回去换一双吧 影响面试效果也没关系的 我实在是不能穿安姐的鞋子 咱们时间来不及了 这袋小船你别往心里去了 我先走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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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т 是我让她穿的 这袋小事你别往心里去了 十月 我不是舍不得一双鞋子 但这一双鞋子 是你姐夫送给我的 我很在乎 我不能借给你 我试试 我毕业于约约大学 我 你好 怎么了 紧张啊 心脏都要跳出来 其实没什么好心脏的 梁元就是表面看起来比较详实 但是她对在工作还是很公平的 她喜欢敢想敢说的 你就像你平常那样 正常发挥就行 回答问题要有主见一点 不用怕得罪人 加油 许 明明哥 谢谢你 你真的帮了我很多 我真的很感谢你 给 你别害怕 你别紧张 正常发挥就可以了 加油啊 我会的 去吧 让你进来了吗 她喜欢敢想敢说的人 回答问题要有主见一点 不用怕得罪人 我觉得 有些门 还是要自己主动推开的才好 尤其是我们女人 合适吗 坐吧 十月是吧 简历有看过吗 刚毕业会写什么 虽然我刚毕业 但我什么都可以学得很快 也许吧 你姐夫在这里工作 和我是竞争对手 你凭什么觉得 我可以接受你 虽然我刚毕业不久 但我知道 什么是公私分明 但以你现在的能力 很难胜这本工作 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考虑一下 先回去吧 但还是谢谢你给我面试的机会 鞋子 挺好看的 是我姐的 难怪我 之前看她穿过 你们姐妹挺有意思的 喜欢两个人穿一双鞋 我姐姐很大方的 什么都可以跟我分享 但如果我喜欢的话 是不是也能借我穿穿 好鞋子嘛 应该大家分享才好 我们是姐妹 所以才可以分享 但如果是外人 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